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遥 率顺等由守山 观何主 乃由五老由何主 一老曰 何图将来告地期 二老曰 何图将来告地谋 三老曰 何图将来告地书 四老曰 何图将来告地图 五老曰 何图将来告地福 有请 赤龙 贤玉包书图 刻板提命 可卷 金尼玉简锋 圣威曰 知我者众同也 五老 乃为流星 尚入卯 黄瑶世之 龙墨屠在 与太尉顺共发 曰 地书当百 则善于语 乃以善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来自卯秀星团的五个老人来到地球 告诉帝瑶 将有赤龙带来何图 何图上 镌刻着上天之照明 五位老人交代完毕后化为流星 飞往卯秀星团 随后不久 瑶把地位扇让给顺 卯秀星团是最有名的银河星团之一 位于金牛星座 中国古代把其中的亮星列为卯秀 在秦郎的夜晚 你可以用肉眼看到卯秀星团最亮的六颗星 眼力好的人可以看到七颗星 所以又称为七姊妹星团 卯秀星团总共含有超过三千颗的恒星 它的直径有大约十三光年 年龄约五千万年 卯秀星团的五个老人 第二次现身地球出现在十一纪中 于顺在位十年 由五老由于国都 顺以世道尊之 言则即造化之始 顺善于雨 五老去 不知所从 顺乃至五星之词以记之 其夜由五星出 熏风四起 连珠何必 响应被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顺在位第十年 某秀星团的五个老人来到地球 见到了顺 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一样尊重 后来顺善未与于五个老人才消失了 先秦时代 人们称某秀为五星 顺曾经建造五星祠祭之 十一祭中还描写了五老的相貌 老丹在周之末 居返景日誓之山 与世人绝迹 唯有黄发老所无人 或成红鹤或衣羽毛 耳出于顶 童子皆方 面色欲杰 手握青云之杖 与丹共谈天地之术 及丹退计为筑下使 求天下福道之术 四海名士 莫不争执 无老 即五方之精也 来自毛秀星团这五位老人 头发是黄色的 耳朵比较大 眼睛是方形的 面色欲杰 手握一根青云之杖 他们有时成红鹤 有时穿羽毛做的衣服飞行 这样的描述 和三星堆的青铜人 样子很接近 在三星堆博物馆 有一个鸟身人手的雕像 而且大多数青铜面具的眼睛 都是菱形 和童子街坊的描述差不多 更令人称奇的巧合是 三星堆博物馆 有一根金杖 金杖的一端雕刻有 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 人头面带微笑 头部带有五尺高冠 两耳各垂着一副 三角形的耳坠 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 大致相同 上方是两只鸟 头部相对 下方是两条鱼 背部相对 鸟和鱼的颈部 各叠压着一根 似建林的图案 这根金杖 会不会就是 来自某秀星团的五位老人 手握的青云之杖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荧幕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